看新闻 学英文 欢迎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今天的新闻辞有遥遥领先的 新西兰人均奖牌数 Meadals Per Capita 新西兰的中资最高公寓楼要烂尾了吗 这座名为Seascape的公寓楼 由中国的顺地极端开发 设计的建设高度是187米 共有221个住宅单位 但是最近它突然被证实已经停工了 奥克兰市议会的一名实地勘察经理 就表示Seascape的建设工作已经停止 也就是pause 而且它也不知道停工的原因是什么 而且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恢复 其实今年6月份的时候 建筑已经建到了最高层 不过近期多名的上班族 或者是附近的居民又反映 数周以来未建工地有任何的施工活动 除了建设的进度之外 Seascape这个项目 此前还因为基础设施的问题引发过关注 因为在20年的时候 市议会曾经对大楼地下的隔离墙进行了一个检查 但是当时官方也表示这是一个正常的程序 而19年的时候也有报道说 英国的监督公司表示 大楼的建造远比想象中复杂 而且当时的报道说 22年就会竣工 那Seascape的开发商Simon Ma就澄清说 工作其实并没有完全停止 只是进度变慢了 目前正在积极的解决问题 而当前的情况有点复杂 但是没有透露原因 而这个项目自2018年启动以来 是备受关注 因为总投资是高达3亿纽币 而且是中资 还在市中心拿下了一个黄金地段 所以这一次的停工也让部分的新西兰网友不满 比如说这位网友就说 中国会让新西兰的房地产商到上海市中心建房吗 新西兰时间的周日 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跳高决赛中 新西兰的名将Hamish Care和美国选手Shabby McEvwin 上演了一场后人心弦的加赛 最终Hamish Care是以2.34米的成绩击败了对手 赢得了金牌 当时其实两人都跳到了2米36 但是同时也跳不上2米38 所以当时他们要么选择加赛 要么可以选择评分金牌 但是两人是继续加赛 结果Hamish是夺冠了 而Shabby是摘赢 而这种戏剧性的加赛除了在赛场上精彩 其实场外的舆论场也很精彩 首先是美国的网友有点破防了 因为在当时中国是以一枚金牌的优势领先美国 美国看上去马上就要被打破惯例 失去了冠军宝座 所以当时的美国网友觉得 Shabby的行为是很自私 为了一己私欲 不考虑美国的整体荣耀 当然也有网友为他辩护 说这个决定不就体现了运动家精神吗 除此之外 本来一个很正常的加赛行为 也被网友们添油加醋 有人说Hamish当时是拒绝评分金牌 因为他讨厌美国选手 也有相反的言论 也有人说一开始Shabby是想平分的 但是后来后悔了 在输掉比赛之后 甚至和Hamish产生了争执 但是根据两位运动员一起出席的发言会上 双方其实一开始就有共识要加赛了 Hamish说双方同时点头 Both just not 而Shabby也说I am all for it 而且赛后两人也是拥抱互相庆祝 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弯弯绕绕 其实除了战胜美国之外 Hamish Care其实也战胜了自己 因为今年3月他在世锦赛中打破了新西兰记录的时候 就说过自己很想拿下奥运 但是奥运是一个scary place to be 一个很让人害怕的地方 而在赛场上他自信地坚持加赛 而不是更保守的评分金牌 也完美地体现了他已经战胜了内心恐惧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中心两国的奖牌榜都有亮点 首先是中国在本次奥运中的成绩非常亮眼 以40枚金牌的成绩和美国共免金牌榜 以91枚的成绩在奖牌榜上排名第二 创造了中国在本土以外的最佳成绩 而且这和我们上文说到的跳高比赛有点关系 因为在当时美国是39枚金牌 所以是几乎要落后于中国的40枚了 所以很多美国人也有点破防 不过在最后一天的女子篮球当中 美国队又以67比66险胜法国队 又拿下一枚金牌 新西兰这一次的奥运也十分惊艳 以500多万人的人口拿下了10金 7银3桶的佳绩排名第11 是1920年参加奥运以来的第二好成绩 并且新西兰在人均奖牌榜 Meaders Per Capita上拿下了第4 人均的说法一般可以说是on average 但是说到整个国家或者是行政区的时候 更正式的说法是Per Capita 比如说GDP Per Capita 感谢收看今天的英语学习版新闻快讯 我是主持人Paul 我们下期再见